这是坎布拉狮群捕获了一头大水牛 地点在这里三河边上 该片区域属于坎布拉狮群的传统狩猎区域 我们来看一下 目前整个萨比山保护区的势力范围图 目前存在变数的就是两头步入老年的伯明汉雄狮 统治着萨比山最大的超级狮群 霸占着最好的地理资源 随着他们年龄增大 实力变弱 他们周围的雄狮 都想把伯明汉老师王打掰 然后夺取他们的这片领地 得到他们的狮群 杀光他们的后代 从而取而代之 今年以来两头伯明汉雄狮 频频受到来自北方的两头牛油果挑衅勿群 现在看到的这头就是 其中的一条牛油果雄狮布隆迪 他现在简直就是把这里当作是自己的领地了 两头老伯明汉并还没有被他们打扮 他们还是这片领地的狮王 只是此刻他们外出巡逻不在而已 幸运的是伯明汉的这批后代已经长大 有了一定的自保能力 推脚有伤的 又是孤单一头的牛油果雄狮 并不能拿他们怎样 所以这帮亚成年少年 也是有恃无恐 打不赢能跑的赢 又是在自家里 所以他们也并不害怕 牛油果雄狮追逐年轻的亚成年跑开了 不知他是有意还是无意 他跑开后没过多久 两头伯明汉雄狮就巡逻回来了 这两组老对手都完美地避开对方 九跟十天前另外一条牛油果雄狮也是如此 真担心平平孤军作战 深入敌后的牛油果雄狮 有天会意外翻撤 要知道他统治下的恩寇狐马狮群 也有后代要养 两头伯明汉年纪虽然大了点 但是在母狮和儿子们的协助下 要拿下单独行动的雄狮 还是绰绰有余的 更何况两头伯明汉也是酒精沙场 眼神犀利的这条是博二 他的状态一直都很好 早期的伯明汉联盟征战中 多数是由他带领的 低调的狠角色 他生存斗争经验丰富 从不吃眼前亏 在敌我不明的战斗中 他从不恋战 他曾被骂是怂祸 但是他也是善于把握时机 出手也是快准狠 恩古屋雄狮多半就是死在他的手上 从残酷的竞争环境中 靠着实力脱颖而出生存下来的 当场狮王都是雄狮中的佼佼者 没有也不会是怂祸 都是具备一定的实力 单靠运气走不到今天 现在他们的第二批后代也出生了 目前的这批小幼崽一共还有七只 两头母狮一共生了九只的 被牛油果联盟的金发雄狮杀害了两只 所以为了更好的保护小的幼崽 两头坎布拉母狮和其他的队员 最近都是分开行动的 而两头伯明汉也比较尽责 他们也都是花更多的时间 守在这两头分开行动的母狮和幼崽身边 给予他们更多的保护 伯明汉雄狮尚未六年 目前整个萨比三几乎每个狮群都有他们的后代 他们的后代也将是未来整个保护区 狮子生态发展的中间力量 后代能否顺利地长大成年 这与熊狮王的责任与胆党关系重大 基因的延续与扩散 这是熊狮入侵与扩张的初心 所以判断一个熊狮王是否是成功的狮王 要看他们养大多少的成年的后代 这应该是重要的判断条件之一 十一岁的年纪不算太老 但也不算年轻了 况且只有两兄弟 要坚守着马拉马拉这个四战之地 要养大第二批才几个月大的幼崽 困难非常大 其实对他们威胁最大 实力最强的是来自南方狮群的四头巅峰大熊士 这四兄弟年轻的时候 曾经被两头博明汉不止一次的驱逐 不知是否落下心理阴影 一直到现在博明汉老了 都没有挑战两头博明汉熊士的勇气 他们现在想要扩张都是向南探索 并没有北上医院 至少目前来看是没有 当博明汉熊士吃饱离开后 紧接着牛油果熊士再次的出现 接下来的局势会如何发展 欢迎点赞关注 继续分享 请不吝点赞关注